四个步兵营级单位 说装备领导干部都不够 结果说部队战训是很难运作的 有四位步兵营长 竟然他们就据名陈勤 陈勤到上级没有用 怎么办呢 就只好说向某位资深国防立委陈勤 然后去向立委他们去反映 反映到立法院去 然后反映希望能够让国防部 能够好好的重视这个现象 因此现在报道指出 国防国安单位都已经惊动了 没有想到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 他们还据名陈勤 闹到了立法院去 我先来请教一下立将军 怎么会有这么夸张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 他们不但是 是不是看到这个情况是太严重了 就不得不据名陈勤 我特别要讲 为什么是影音长这种阶层 你知道我看到的是影音长这种阶层 去据名陈勤 代表他抵上他的身家性命 为什么呢 影音长大概 当到影音长可能服务的年 是大概都十五年左右 再过五年之后 他就可以拿终身奉了 他可以不要这五年终身奉 我也要把话讲出来 所以你看看这四个影音长 他抵上的 那没有终身奉 对他家里面小孩念书 或者是他有什么 这影响太大了 影响太大 他可以说我前途什么都不要 包括我一定要把话讲出来 不讲出来的话 对不对 反正这个 我身头也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为什么讲这么严重 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一年的意义都在骗人 我们自己讲的 今天国防部自己讲的 新兵训练十二周 这个专精训练跟驻地训练 十五周 基地训练十三周 加起来四十周 一年也不够五十二周 另外五十二周 一修又知道 最后那四周 叫做昂棍 昂棍 昂棍就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做 代退弟兄 代退弟兄 我老大 那第二个我特别要讲 为什么这些营养 现在压力很大 他要带这些兵去下基地 为什么 因为这些兵不是他训练的兵 是新训中心训练的兵 专精单位训练的兵 然后交给他 让这些人让他带着去下基地 测验不及格 他就伸头一刀 那问题是说 你要知道军中的 新训单位训练的指挥官 跟这个用兵单位指挥官 心态是完全不一样 就像什么 新训单位来讲的话 今天国防部会刚刚讲说 你新训 你合格率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不然的话你营养就拔掉 然后他怎么样让这个兵百分之九十五 然后又要让这些兵不受伤 那很简单嘛 我就教你加减典成熟嘛 你只要会加减典成熟 考试你就及格了嘛 对 但是没想到到基地要测验的东西 是要测验是开根号跟微积分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会有人 只会加减典成熟 这个一发的命中率是百分之七十 七十最三到部队以后 他算的命中率是两百一 就是因为这样来的 因为训的单位跟用的单位 那种心态是不一样的 所以那你看我举一个最简单 你说专心训练 我们讲这个最基本 最基本的好了 专心什么叫做专心训练呢 心训中心出来 他只会操作步枪 我只会步枪 那我其他的进一步 我必须要的武器 譬如说我分到机枪兵 我是到部校去学 就是我分到炮兵 是到炮校去学 我分到驾驶兵 我是到这个驾驶驾驶 运输学校去学开车 那我认为 我试问大家 你现在开一部大塔车 就我们民间的大塔车 你认为十五周 训得出来训不出来 开一辆大塔车 我问历史哥 这个大塔车是没有 这个什么盲点侦测 也没有四周环景 然后最后还不是光 开这部大塔车 它可能在运输学校的时候 运输学校为了安全 你不要把我车弄坏了 所以他只让它在平地上面开 对不对 可是他今天去下基地的时候 银长他们必须要到哪里 要在越野开 那你说那兵港不敢开 不但要越野开 他后面要拖着一门炮 我们前两天看到这个 这个八军团嘛 他们就是一门炮拖在后面 那个驾驶出了车祸嘛 为什么你就是 你说这位银长 他现在这四位银长 心理压力大不大 很大啊 对不对那真的压力 十五周不是全部 去学开车 十五周他也包括他回到基地 你不能说我今天学完开车 回来我马上就 开车带李毅兄上车 我们今天去把炮拖到阵地去 进入阵地就开始射击了 不行啦 我们两个之间一定要有所配合 我炮 我车子开什么地方 你炮在什么地方下来 你才可以开架 你才可以射击 所以这叫做什么 这叫驻地训练 就在驻地里面 我们两个要配合好这些默契 那你更不要讲深的 对不对 包括通讯啊 或者是飞弹啊 这更中高阶的专长 你说怎么来得及训练 那你现在叫这个银长 他带着这些 不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兵 去从事基地训练 我老天爷啊 我今天我是银长我也吓死了 万一这个基地出去 万一一轮炮这个打歪了 或者是说出个卡车出个车祸 对不对 那整个全部在这个银长身上 那在这种情况下 四个银长他当 平老兵我也要把话讲出来 不然都是出事你算我的 我这边辛辛苦苦的15年 从陆军官一路念到现在 我家里还有老婆小孩要养 如果出去出了车祸 或者是从此我就被撤职查办 所以我觉得说我自己本身 我最有资格讲这种话 为什么我从银长 我当过五个银的银长 我当过四个旅的银长 新兵也在或者是陈公林 为武营澎湖进门 我全部带过 所以我很了解这种基层干部的苦 我跟各位讲 我真的很同意这四位银长 其实不止这四位银长辛苦 我跟他们的银长更辛苦 当兵最苦的是银长 当银长很好当 当将军非常好当 我将军管的都是官嘛 对不对 都是官我叫一个命令 把这个事情做好 那没有有人敢反对 但是问题是说联厂不一样 发好施令就可以了 但是下面真正要果实要面对 你军官很好叫啊 他理解路也够啊 问题是兵就不一样 联厂去叫那个兵 你去把地扫一扫 那比如说为什么今天是我扫地 对不对 今天为什么昨天 我今天要休假 为什么我扫地 联厂你怎么叫那种兵 不行啊 等一下总是你要来看啊 地没扫干净 我扫过了 今天换别人扫 对不对 联厂他承受那种兵的 尤其是义务于的兵 那种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我觉得说 我非常同意现在基层的营联厂 我必须要很诚恳讲一句话 所有军人历程里面 官越大越好干 总长很好干 总职也很好干 越小的官越难怪 最难干的 最难 最辛苦的叫班长 他直接带兵 对不对 他直接面对的是那些兵 那些兵有的是很懦弱 对不对 心情很不好 或者家里面有权有势的 或者是说个性很倔强的 或者是逞凶斗狠的都有 那班长直接要面对他们 他要去指挥他们 那你这个兵到底素质怎么样 你在中心里面 你到底学的会还是不会 他不敢讲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说这些事情来讲的话 国防部千万千万要很认真地去面对 这四个营长的陈景 而且绝对不可以处分他们 绝对不可以修理他们 因为他人生拼到这个时候 为国家已经付出十五年了 他到这个时候 剩下五年可以拿中心中央 他可以拼到中心中央 被你处分 他也要把话讲出来 那代表后续状况有多严重 所以我建议国防部 要很认真很诚恳的 这四位联长来了解一下 他的困难 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怎么样来协助他们 然后甚至于长期来讲的话 你新训中心你要训练到什么程度 然后这边才符合下基地的资格 或者是说我们来讲 甚至于长远来讲 你要考虑说是 一期要不要延长到两年 如果你一期一年 真的是不够训练出一个 合格的作战兵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